项目最开始并不被看好 1983年年轻的刘忠民进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从此开始的研究之路 煤至西厅是指以煤为原料合成甲醇 我们国家的煤炭资源相对丰富 能不能从煤这样的化制资源 做出石油能做的产品 这是一个人们努力很多年的一个方向 这个研究是有战略意义的 这是涉及到能源安全问题 那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资源 来做出我们需要的产品 西厅讲起来拗口 其实就是塑料的原料 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 摆扁 鞋子 衣服 大都有西厅的存在 塑料的制造成本随之攀升 煤至西厅技术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这项技术并不成熟 关键工序仍有无法 从煤做出西厅 它中间要气化 做成甲醇 这些都是成熟的工业过程 但是甲醇 在做的以锡丙锡 这个从来没有做成过 所以我的任务就把它做成 把这个馅连起来 所以这不是一个 那个一努力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事 所以需要长期坚持 终于在甲醇至西厅的技术上 取得了突破 2004年 从实验室到工厂 从技术到产品 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刘周明带领团队在工厂安营扎寨 用刘周明的话来说 那段时间他都快神经质了 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 都要爬起来看看装置上面的火炬 是不是还亮着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做了 2010年 包头甲醇至西厅工业装置 成为世界上首套 大型甲醇至西厅工业装置 标志着我国率先实现了 甲醇至西厅的核心技术 及工业应用零的突破 此后 刘周明又带领团队 陆续完成了甲醇至西厅的 第二代第三代的技术研发 推动并形成上千亿产值的 这件事对国家有战略意义 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 就是把科技问题解决了 让它真正能实现产业化 实现产业化之后 它能谈得上 对国家有所贡献 有力的科技支撑 有很多研究 深圳的研究 好处于 使用的研究